股权分配不合理 其实后面的投资者是不敢投的 因为初期的创业者 可能是对股权分配没概念 我跟大家讲一讲 我遇到的一些例子 有个朋友来跟我说 我创业了 我找了个人合伙 那个人很厉害很厉害 我一听到那个人的确很厉害 那个人差不多 自己的公司大概有个三五百人的CEO 我说跟人家那个公司不干得好好的 他怎么可能跟你创业呢 我说你们股权怎么分 他说五十对五十 我说那个人在坑里 那个人我认识他有五家公司 他怎么可能就全正在跟你创业呢 对吧 我说他至多起到的是一个 Angel University的工作 甚至我听上去他还不掏钱 我说哪个投资者投你呢 五十对五十 在初期创业的时候 其实创业者唯一唯一的资产是什么 就是那百分之百的股份而已 当你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那百分之百的股份其实是个梦想 创业的过程就是拿这个百分之百的梦想 去跟钱卸去跟最优秀的工程师卸 跟最好的marketing去卸 跟最好的资源去卸 对吗 是个拼图游戏 大家能理解什么是创业吗 创业就是拼图 我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梦想 我愿意一上来跟Angel Invest 拿百分之十五跟你分享 我愿意再拿百分之十 跟最优秀的工程师去分享 我再拿百分之五 跟一个最优秀的设计师去分享 其实创业就是一个分享 百分之百梦想的一个过程 你一上来就把你百分之五十的梦想 给建卖之后 你换到的资源不够以后 你就知道你意味着什么 很多很多的创业者 在股权这个问题上 要不是极左要不就极右 还有极左的例子 一个美国的博士很厉害 回国创业 遇到一个有一点社会资源的人 他把那个社会资源的人 写在他的BP 商业计划书里面 我说你跟他什么条件 他说我们注册公司五十万人民币 他套了三十万人民币占百分之三十 我套了二十万人民币 和几个创业者占百分之七十 我至少认为这个股权分配是不合理的 我说那个能帮你什么吗 他说他帮我注册公司 我说他还能帮你什么吗 他就说不出来了 所以你真的想办一个伟大的公司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说 好我一定要能够办一个十亿美金的公司后 我的百分之一是一千万美元 我能换多少东西